14号凌晨2点左右在徐州市湖东路北口一辆悬挂南京牌照的蓝色雪佛兰轿车将一名行人撞倒之后逃逸 经过警方的侦查在24小时之内将肇事者成功抓获 据悉受害人是一名67岁的老奶奶被撞后当场死亡 民警从现场发现了掉落的蓝色油漆碎片 随后民警调取了周围路段的监控录像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14号上午办案民警再次来到事故现场 对肇事车逃逸方向的所有监控设备进行诸理排查 从车辆行驶的方向入手最后发现了可疑车辆 民警通过反复比对发现 这辆南京牌照的蓝色雪佛兰轿车与现场遗留的油漆碎片颜色十分吻合 而且该车右前翼子板上部有明显的碰撞痕迹 几乎可以断定该车就是肇事车辆 民警通过对车主信息的调取 在徐州同山新区的某小区发现了嫌疑车辆 并将肇事者屈某当场抓获 经审讯屈某交代了肇事全过程 目前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